词唱辑做有OK 词唱达 词唱达 词唱辑 词唱达 词唱辑 这个时候的择旧成本呢 跟產量之間呢 又是這種正比例的關係 所以這個時候的得救呢 我們說它的習性是變動成本 不是固定成本 所以我常常說的 這個哪一個成本是什麼習性 這不能信口開合 其實有很多的前提 像折救方法本身就有很多的方法 然後不同方法底下的折救 跟某一個經過選定的X 它關係就不一樣 時而固定 時而變動 剛才折救不是給各位看到嗎 另外呢 比方說像X X你現在是挑的是產量嘛 如果我挑的不是一樣的X呢 譬如說 我們這個產量 我們挑別的啦 我們說我們X呢 我們用年度 用年度好了 一年 兩年 三年 四年 也許不是什麼Active Level啦 但是如果用時間的積累的話 一年 兩年 三年 四年 也可以觀察 一個年度 兩個年度 三個年度之間呢 它到底某一個成本的數額 它有什麼改變 這也是一種觀察成本變化的一種方向 也並非不是啦 假是這樣子 我們舉例來說 假證這個是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到第四年 等等 往下 如果這個折救方法 剛才 我們是採用直線法 這個折救就是這個樣子喔 對不對 因為一年比方說十萬 兩年 二十萬 三年 三十萬 四年 四十萬嘛 所以它還是一個正比例的關係 那如果反而是產量法 產量跟年度之間呢 是不是保持必然是一定的正比的關係 不知道啦 所以可能還要做進一步的分析才知道 產量法底下的折救成本跟年度之間 它是怎麼關係 所以我們講話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成本習性呢 不可以讓一般人的用經驗來說 一聽到是得救 它是固定成本 一聽到什麼 它一定什麼 這個說法是不盡可靠的啦 我們更詳細來說喔 也許你可能更清楚 因為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這個假設用這個沒有弄好的話 對你日後的這個企業經營喔 絕對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限制喔 所以我們領口啊 我們花一點時間呢 稍微給各位做一個詳細的一個說明喔 譬如說這裡 直接人工好了 直接人工喔 那我這邊呢 還是一樣 我把它還是恢復到 我假設我要研究它跟產量之間的關係 我把這個 我把X呢 再定義為產量好了 那 那這個時候到底 嗯 到底人工跟產量之間是什麼關係 是什麼關係 其實我們說喔 這個關係就很複雜了 因為你要是知道喔 我們通常在我們這個新工制度裡面 在Pair System 一個企業裡它的新工制度啊 比方說最起碼我們就可以想的就有三種嘛 一種什麼呢 比方說月底字 不管你一個月的產量多少呢 你的績效是多少 一個月給三萬就給三萬 二十二K就給兩萬兩千 這是月底字啊 固定一個數字 要不然呢 我們就說寄見字 寄見字 寄見啦 比方說你工人一件就是一塊 兩件就是兩塊 三件就是三塊 按照比例嘛 按照這個你生產的數量啊 成正比例 每一個單位的一個產品給多少錢 這是寄見字 對不對 也可以是怎麼 我們本縫 加獎金 就說好 你一個月比方說兩萬 是你的本縫 那你每多生才一個單位 我倒個五毛錢 兩個單位就一塊錢去加 就是本縫再加上獎金 那你看看新工的制度就有這麼多的不同 因此直接人工它跟產量之間的關係就不一樣了 譬如說你是月底字 反正不管你產量一個月多少嘛 我固定什麼樣 我拿一定的錢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月底字的直見工成本 跟產量之間呢 它是固定成本性質 它是固定的 它就不是變動的 它是固定的 那反正死活是老闆的事啊 我就一個月拿多少錢就是 當你變成寄見字 我都寄見了啦 因此這個時候的直見工成本呢 它變成 這個時候我就變成它是變動成本 對不對 因為你生產量越多 那我拿的工資就越高嘛 那如果你是本縫再加上獎金這個制度呢 那又不一樣呢 對不對 我變成 那這個部分是什麼 就是本縫嘛 這個部分是什麼 這部分是生產獎金嘛 你多做一個 我多賺多少錢 所以這個部分就變加 所以這個時候的本縫加 那獎金的這種制度底下的直見工成本啊 它跟產量之間呢 那就是這種我們叫混合成本 我們待會兒 我們再一次發揮個追究 difficile